这期故事咱们又来讲一个夫妻双谈的故事 您各位绝对想象不到 这对夫妻能有多奇葩 女的贪权贪财当小三 男的甘愿当豁王吧 您各位都知道 对于咱老百姓而言 只要这当官的能为咱老百姓做主 那都是一个好官 否则的话 他根本不配作为人民的公仆 可是偏偏现在有不少的官 明面上那是一个个的好官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个的大贪官 言起戏来 估计连奥斯卡的影帝影后 那都比不上 说是从2012年以后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高官落了马 他们当中许多人之前 甚至被老百姓认为都是大清官 可是谁能承想 他们背后竟然是如此的不堪 而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女贪官 级别不算很高 但是凭借自己的眉毛 在仕途里也是不断的升迁 期间呢 脸才超过了700多万 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贪官 级别更高 关键是什么呢 丈夫明知道妻子靠着美貌敛财 她也不仅没生气 反而是乐在其中 咱老话不是说的好吗 叫夫妻本是通灵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这句话呢 如果放在广东省中山市委 副秘书长邓杰 和中山市南区党工委书记 梁子军夫妻俩身上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别的呢 咱们先不讲 就说年轻时的邓杰 为了在士组上更上一层楼 跟一位高官是常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您各位听明白啊 主播的用语 常年 而他老爷们儿梁子军呢 不仅甘愿戴绿帽子 还亲自上阵 为老婆站岗放哨 哎呦 这硬杆绿帽戴的 那叫一个安稳踏实 理智气壮 更有甚者是什么呢 说梁子军在被组织上带走 隔离审查时 第一件事 那就是供出了自己的妻子邓杰 还说啊 已经提前退休的邓杰 才是夫妻俩疯狂敛财的主犯 可以说啊 这对夫妻 那就一个奇葩 奇葩到什么程度呢 您各位听啊 说邓杰呢 靠着美色取悦高官情人上了位 上位之后啊 这心理上有点过于不去 竟然让情人日后提拔丈夫梁子军 没错 日后提拔 日前肯定不能提拔 这操作简直让人是大跌眼镜 那么说这么精彩的故事 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呢 要想给您各位讲清楚这个故事 咱们还要从邓杰的出身开始说起 1968年呢 邓杰出生在湖南南部 称州式的一个小康家庭里 这常言都说啊 乡女多情 邓杰呢 不仅多情 而且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从小啊 邓杰都属于那种活泼可爱的类型 在学校里面特别受欢迎 再加上多才作业 你无论走到哪里 那都是焦点 17岁那一年呢 邓杰出中毕业 并没有去上高中 而是报名参了军 成了深圳市边防检查站的 一名女战士 咱们都说啊 这军营里是最能锻炼人了 这话那是一点都没错 四年的军旅生涯 让邓杰出落的是英姿洒爽 更有气质 1989年 21岁的邓杰退了午 回到家商 湖南沉重 在工商局呢 做了一名办事员 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 这让生性不甘寂寞的邓杰 仿佛就 看不到希望了 一年以后呢 邓杰就辞去了这份 人人人艳羽的安稳工作 独自一个人啊 逃去了广东 先是在中山市的一家企业工作 很快便进入到广东省中山市商检局 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公务员 这从此以后啊 邓杰的人生 仿佛就像开了挂 而他至此呢 也进入到了 试图升迁的快车道 想必您各位听到这儿肯定会问了 那别人升迁怎么那么难 而这位邓杰 他为什么升迁这么快呢 点赞订阅评论 转发之后 来下一期 主播告诉您 他到底为什么升得这么快 还是那句话 您各位如果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每天聊聊灵异 或者是案件方面的故事 欢迎加主播的好友 水白头 后面加上123 再跟你说一下 水白头的全拼 后面加上123 然后偷偷的告诉主播 我要入群 这样每天在群里 咱们就可以狭坎狭